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班漂亮又可爱 很快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对此小班嫉妒不已 于是他便利用社长的权力 自己报复娜娜 他给娜娜安排了许多工作 看着忙上忙下的娜娜 小班很解气 可队长欧阳看不下去了 他主动上前帮助了娜娜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小班怒火中烧 其实他一直喜欢欧阳 看着欧阳都站在娜娜这边 小班越想越生气 他拿出笔 在洗手间的墙上纷纷写了一句 娜娜是个大臭臭 隔天来到社团的小班 看到娜娜正手忙脚乱的整理毛巾 小班觉得很滑稽 此时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以为是毛巾的异味 可当他仔细一闻 并不是毛巾的味道 这个味道竟是从娜娜身上传来的 小班猛然想起 昨天在墙上写下的那句话 难道跟那面墙有关 还没来得及窃息 此时小班又碰到了自己的死对头 阿虎 阿虎的嘲笑让小班心生怨恨 他再次在墙上写下一句 大虎就是一条疯狗 等他写完出来 发现大家都在阳台上议论纷纷 他上前一看 此时的阿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在酋长上四处乱爬 见人就咬 见此情景让小班终于相信 那面墙真的可以实现愿望 隔天 小班来到学校 他看到娜娜竟和队员们开心地聊着天 奇怪的是 他身上的臭味已经消失 而发疯的阿虎也恢复正常 小班觉得有问题 他连忙跑到卫生间 此时 保家阿姨已经将墙壁擦拭得干干净净 小班一着急 于是跟阿姨争执起来 不过 阿姨也不是什么擅长 他将此事报告给了领导 领导得知此事 找到小班狠狠地训斥了他 小班气不过 想要教训一下保家阿姨 他偷偷地来到洗手间 写下一句话后匆匆离开 可刚出门 他就发现大家都往阳台跑去 他跟着来到阳台 很快 他就看到了已经上吊的保家阿姨 小班瞬间背后一梁 他开始害怕 虽然他很恨保家阿姨 但他没想让阿姨真的死掉 他来到卫生间 连忙擦掉了写在墙壁上的话 随后 他坠坠不安地出了门 正巧 听到了朋友们 一论保家阿姨 死而复生的奇迹 小班听后辱师负重 他刚送口气 班长找到了他 他告诉小班 自己已经知道了 小班的秘密 不过 同学一场 自己不会拆穿他 本以为 此事就此结束 可没过几天 学校就接连发生了 许多诡异的事 一个跟班长有过矛盾的同学 竟毫无欲照地跳了楼 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死去 一时间 学校人性惶惶 小班怀疑 这事跟班长有关 因为只有班长知道 那面墙的秘密 班长的沉默 使小班开始恐慌 他来到卫生间 经看到墙上 密密麻麻的诅咒 他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 他想擦掉这些诅咒 将一切都归复联养 可是 一句更恶毒的诅咒 让他停止了动作 上面写着 清理这面墙的人 就会死掉 这一刻 小班退缩了 他害怕死亡 不敢动手 可直到几天后 当小班看到 欧阳因为意外 再也长不起来时 此刻的他 终于下定决心 去擦掉那些诅咒 而大家 也察觉到了他的目的 纷纷上前阻止 他们把小班堵在厕所 威胁他 不准擦掉那些文字 看着几乎疯狂的同学们 小班惊恐万分 他慌忙写下一句 让所有人都立刻消失 一瞬间 周围突然安静了 小班忐忑地出了门 发现 果真一个人都没有 他跑出学校 来到空里人的大街 这里 彻底变成了空城 回到家 家里也只剩下自己 他想冷静下来 可是面前的镜子里 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身影 他绝望地哭了起来 可此时的他 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因为 他自己也在慢慢地消失 影片完 这是一部高达8.3分的剧情片 通过放大人们的欲望 揭露人们心灵深处的黑暗 讽刺一味深重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禁忌女孩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可刚出门 他就发现 他偷偷来到洗手间 写下一句 写下一句 他们把小班堵在 堵在 堵在 中文字幕后